荣耀的阿爸天父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和祂的宝血 来到祢的面前 当我们用诗歌在这里赞美祢的时候 祢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 因祢受的鞭伤我们得做医治 因祢受的刑罚我们得做平安 主啊我们仰望祢钉十字架上的救主 当我们仰望祢的时候 我们里面所有的创伤被祢医治 主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今天在祢蒙恩的地位 被从前仇敌所裸掠的 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完全的得做 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主啊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 也祝福我们在祢名下 所有的赞美和敬拜 我们也把讲台交在主的手中 愿祢荣耀的灵与我们同在 把祢的话语供应给我们 听我们同心和一个祷告 来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请坐 感谢主 我想呢今天跟大家 有一个交通 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做三个强盗的故事 感谢主 整个救恩的信息 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在亚盖亚 对所有哥林多人说 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 知道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感谢主 每一次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 高举起来的时候 十字架有一个伟大的吸力 哈利路亚 他说 若有我若被举起来 主耶稣说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主耶稣自己就能够吸引人 我们感谢主 当他在加利利的海边 他对那一个在碎关上的马太说 来跟从我 你看这个人 每天都在坐在碎关上 他进进出出的银子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你看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马太他的血都是 很大很大的数字 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什么有一个力量 能够叫马太 把所有的一切撇下 来跟随高养 但是 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这个跟随的吸力是个人的 是道路的跟随 最大的吸力 是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若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这个吸力 就是你与我 所有的人 因着这个十字架 而回到父神的怀抱 但是 在十字架的这个三个十字架 在哥哥他 这个哥哥他是一个独楼地 这个独楼地是一个死刑场 这是最恐惧的地方 我们提到哥哥他 叫做加略山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有一点分享 我们就讲到 有三个强盗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 想跟大家有一点分享 就哥哥他 三个强盗的故事 好请大家 我们请看几处地方的圣经 第一处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二十三章的 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猝死 方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冰丁就粘旧分他的衣服 我们再过去 那同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的受刑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再翻过去 感谢主啊 他没有权啊 后面我们的主 就给他有一个 荣耀的应许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 我们可以翻到这个 路加福音的最后 这个23章 对不起啊 耶稣对他说 43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主给他一个应许 43节 耶稣对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了 还有一处圣经 也可以跟大家翻一翻 就是看约翰福音第18章 我们从第39节 但你们有一个规矩 在逾越节 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给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 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这个人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 是一个强盗 这是我们来看 还有一处 我们再可以看看 马太福音 请大家翻开 马太福音 第26章 第55节 我们可以从53节读起 你想 我不能求我的父 现在为我猜遣 十二多银来的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的事情 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为了应验 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所以我们读到这么多的圣经 有一个词最多就是强盗 什么是强盗 这个强盗这个职业 中国有一句话叫道义有道 做强盗这个职业 是世界上来看 是一个最羞耻的职业 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人 永远不会去做强盗 所以中国有一本书叫水浒传 叫什么 就是什么 被逼上梁山 叫逼上梁山 每一个做强盗的人 他里面都有一个故事在那里 每一个强盗都有他的故事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小时候常常看一个 我的家族喜欢看一个经系 叫野猪林 就是什么 林冲夜奔 什么叫林冲夜奔 这么一个人是被逼上梁山的 但是感谢主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最后的故事是主耶稣跟强盗 发生关系的故事 你们 太宝贵了 我们的主在地上 在那里行走的时候 他能叫大马风车得洁净 他能叫龙子听见 他能叫下眼看见 他能叫撒玛利亚的妇人悔改 他能够叫多少的税吏和仓祭 因着主的道而悔改 但是感谢主 当我们主最后一刻往哥哥他去的时候 整个的犹太教 把主在科西马尼园 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压榨过后 所有的刀棒 所有的捆锁 所有的火把 来把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 在那里逮捕的时候 他们如同对待他 是如同拿强盗那样的来对待他 弟兄姊妹 罗马人的捆锁 能捆绑我们的主吗 主耶稣在科西马尼也说 他说我岂不能差遣 付差遣十二云的天使来解救我吗 但是他面露坚实 为着我们这般罪人 他情愿往哥哥他而去 当他往哥哥他而去的时候 人对待神的羔羊 人对待无罪的救助 人对待这一位弥赛亚 如同捆绑强盗那样的来对待他 感谢主 这就是人性 我们今天所有的世人的人性 虽然来说 我们没有被显露 但是今天所有的人性 当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最大的仇恨在对在主的身上 最大的逼迫对在主的身上 最大的嫉妒也对在主的身上 感谢主 主向羊迁到宰沙之地 又向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 当他往哥哥他去的时候 这一天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是逾越节 逾越节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知道逾越节的历史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你要知道以色列人 有两件事情 是他们一定要纪念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在逾越节 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在埃及被奴 被压迫 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夜 神接着摩西跟他们说 我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 在戈塞地 唯有以色列家有灯光 当你们的家的门妹上 有一只羊羔的血在那里涂抹的时候 灭命的天使 一看见这个羔羊的血 我就约过你们而去 以色列的长子 保留下来 所有埃及的长子 从国王到奴仆 所有的身序的投身 全部被击杀 这个就叫做逾越节 什么叫逾越节 本来是定罪的 本来是死亡的 因着羔羊的血 因着羔羊的救赎 整个的死亡 从他们身上过去了 弟兄姊妹 当逾越节作为一个纪念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节期 最大的节期就是逾越节 他们作为一年之首 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节期是春节 作为一年之首 以色列人的那一个节期 就是从正月第四到第十四日检验 羔羊以后 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全家在屋子里面 一同吃羔羊的肉 他们的血 羔羊的血 因着神的话 约书 他们在门妹上 整个的以色列家的世世代代 都在纪念逾越节的救恩 他们历史历代 在那里纪念逾越节的时候 到主耶稣那一个逾越节的时候 弟兄姊妹 他们有一个惯例 这个惯例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整个的民族被释放了 我们今天也要释放一个 最大恶极的人 作为一个节期的特色 就是作为一个特色 弟兄姊妹 很多的人在美国 他盼望拿到这个身份 他盼望一种特色来拿到身份 这是一个王的特色 也就是说一个特殊的恩典 能够来拿到这个特色的权利 如果说这个人本来判死刑的 因着一个节期的特色 你说这个人幸运不幸运啊 幸运不幸运啊 非常的幸运 但是弟兄姊妹 你要认识 整个逾越节的故事 不是一个人所预表的 乃是一个民族所有的代价 这个代价不是说这个民族 比别的民族强 不是说这个民族在神的面前 有特别的功劳 乃是这个民族接受了 羔羊的血 当这个家接受了羔羊的血 当这个民族接受了羔羊的血 所有的死亡 因着这个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了 所有的诅咒 所有从罪来的死亡 所有的捆绑 因着羔羊的血越过去了 这个叫做逾越节 作为世世代代 我们救恩的记号 但是以色列人 过了这么多的逾越节 但是他从来不知道 真正逾越节的预表 乃是道成肉身 来到世间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感谢神 当整个的犹太人 把主像捆强到那样的 结往哥哥他去的时候 他们问 当时贝拉多是一个外邦的政权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 当时罗马帝国的酷刑 这个酷刑 是人类历史中间最残酷的酷刑 所有的犹太廖的死刑 都是用石头来打死 当时中东地最多的就是石头 你当触犯了摩西的律法 他们就用石头来把这个 最大恶极的人来打死 但是他们没有权柄 当时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 已经处置罪犯的那个权利 全部掌握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本身是一个被奴役的民族 所以说他们是在黑暗里的百姓 受到罗马人的那一个奴役和统治 所以他没有权利来处置死刑犯 所以当时在罗马人的刑罚里面 最大恶极的人 他们几种人 一种就是暴乱的人 一种就是杀人流血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最羞耻的奴隶犯罪的人 他们就要把他们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这个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样的刑法 就是折磨而死的刑法 弟兄姊妹 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这个人 或者说用刀杀死 或者说用一种方法 或者是用石头打死 乃是要他在十字架上慢慢的断气 慢慢的折磨而死 这是人间最残酷的一个刑局 弟兄姊妹 当逾越节的时候 有一个人巴拉巴 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 要把这个人的提出来 这个人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希腊文 前面一个巴士 他是叫巴拉的儿子 他是一个巴拉的儿子 如果说巴蒂麦 他就是巴蒂麦的儿子 就是称为一个儿子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这个巴拉的儿子的话 我们非常的清楚 这个巴拉这个词 在创世纪里面 可以指着创造神 在旧约里面创造来讲的 巴拉 我们中文给他翻得也有点近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文字 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 在他们的这个记住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有父亲的这个儿子 感谢神 这个人代表什么 这个巴拉巴代表什么 弟兄姊妹 就是代表你与我 我们本来都是罪的奴仆 都是罪的儿子 我这次跟弟兄们一起在那里 在春令会 春令会上面 我在带一个小组的时候 最后讲到福音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这个小组 福音营里面有一个人 他就研究宗教二十年 研究宗教二十年 他说我研究了摩门教 我研究了回教 我研究了西克教 我研究了印度教 我说我在研究基督教 他说我已经走过欧洲 我已经到过很多的地方 但是他说不就是因为上帝吗 他说我 我们就在问他 你愿意不愿意截肢 他说我还要想一想 为什么想一想 他说为什么你们说 信唯有耶稣 信耶稣能够得救 别的为什么 他同样信一位上帝 为什么他就灭亡呢 他说我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我说你的对自己的罪有没有认识 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他说我不承认 他说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犯过什么罪 我从中国来到欧洲 后来从欧洲来到美国 我都是凭良心在那里做事 我就是靠自己的行为 我就是做得比别人好 就是在我那个带小组的 从前的其中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跟他很神奇奇 今天他在这个小组里面 做绝治祷告了 后来夏令营的那个施工团 请他到上面来做见证 亲民姊妹也知道 叫王辰 他就不一样 他也是一个访问学者 从大陆来的 他是研究什么 研究这个眼睛晶体的 那一个 那个里面的这个城的 很薄的那个城 这个人他说 他说我那天 到了以色列的时候 到橄榄山的时候 我在那里静坐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是一个罪人 弟兄姊妹 救恩的那一个根基在哪里 圣灵的光照在哪里 就是要你认识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 今天我们也感谢主 敬拜赞美团队起来 在那里分享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一个罪人 但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如果说我们今天 对自己的罪 我们不认识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 凡犯罪的 都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 都是魔鬼的儿子 魔鬼的儿子 罪犯罪的 都是罪的奴仆 全世界都握在那 恶者的手下 不管你怎么样 你如同这个巴拉巴一样 你是被定死罪的 所以西伯来书讲得很清楚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 如果说你的名字 没有在高扬的生命册上 你将来的结局 就是被扔到 硫磺的火壶里面 最大的罪 不是说行为 行为是罪的那一个结局 果子来讲 最大的罪 就是你不认识神 不信神 不接受神儿子的福音 所以感谢主 当我们读到 第一个强盗的时候 我们看见 整个的犹太人 他在那里说 把耶稣定十字架 释放这个巴拉巴 给我们 这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一个呼喊 也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呼喊 世界宁可要强盗 而不要救助基督 这个就是世界的本质 就是人性的本质 人今天就是愿意接受 撒旦的权势 而不要神的儿子 来做他们的救助 感谢神 这个巴拉巴 当我们的主 要被钉十字架去的时候 这个巴拉巴释放了没有 弟兄姊妹释放了吗 释放 感谢主 我每一次讲到 这就启示出一个荣耀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什么 就是替死 这个替死弟兄姊妹 当这个巴拉巴被释放的时候 你说 感谢主 他是凭着行为释放的吗 感谢主 有一位替他而死 Amen不Amen 感谢主 所以十字架的第一个真理 就是替罪带死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他挂在十字架上 你我永远是罪的奴仆 永远得不着里面的释放 这个荣耀的生命就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来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所以我很感恩了 我在幼年的时候 我很早期就听见福音了 当时我的家族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 我在一个学校里面 真的是像太保一样的 当时这个中学是在什么 我在上海静安区 有两所中学 我们这所中学叫什么中学 有个名字叫流氓中学 流氓中学 什么叫流氓中学 里面你一进去 就是说你一到这个中学里面去就完了 就不要读书的 开始怎么 就是赌博 打架 追女孩子 还有就是偷窃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是里面来的 感谢主 我在那个中学里面考进去的时候 这个流氓中学 没有一年所有的恶习全部展览 弟兄姊妹 因为你如果不展览这个恶习 你容不进当时所谓的那个 学校的那个主流这个团队里面 但是感谢主 在我即将要毕业之前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恩典 但是很稀奇 我考进了当时的一个 叫上海药剂专科学校 当我考进去的时候 感谢主 我就参加了一个查经班 所以非常荣幸的 现在带领我得救的那个老姊妹 已经在纽约 今年已经九十几岁 那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感谢她 我说因着你啊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你想想我们饿到怎么样的程度 有一年有个外国语学院 刚刚毕业的一个老师 刚刚毕业来兼考我们的英语测验 你知道吗 英语其中考试 我在下面作弊 我在下面作弊 他就抓到我了 一抓到我 你想我怎么样 我撩起一个手 把他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 后来这个全校 他就震动了 他把我这个校长 把我兼考 就拉出来 拉出来叫我 我还觉得 当时我有个感觉 是我想像英雄一样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好像在学 很多的学生在那里 欢呼他说 你这个人真厉害 他说竟敢打老师的耳光 我从来没有觉得羞耻 我不以为耻 反以为勇 因为这个学校的那个氛围 就是那样一个氛围 感谢主 当我在二十岁不到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这个 老姊妹老师女的查经班 他就讲到的 就是罗马书第七第八章 在讲罗马书第七第八章的时候 我回去 我记得永远记得那一次的 我第一个转变我人生的祷告 我在家里服堂的后厢房 当时我们的家上还没有动钱 我就在神面前有第一个祷告 我说主啊 若是你存在的话 你就向我显现 我说很简单 现在我们好像信主这么多年了 失去了像神的那一份的单纯 我就在那里祷告 一祷告的时候 感谢主 我经历了加勒太书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活化在我的眼前 这个活化 我不是看到什么图像 或者说一个影像 好像里面就是看见 两千年的哥哥 他的十字架 钉在那里 主耶稣鲜血淋淋 为我挂在十字架上 最后我的罪啊 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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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见 从小到大 我试下一个浪子呀 因为我母亲 在郊区教书 就把我寄养在别人的家里 在外面的那些罪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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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放在我的眼前 我就跪在主的面前 嚎啕地大哭 向主认罪 当我起来的时候 感谢主 那一个平安 我至今没有忘记 那一个喜乐 我至今没有忘记 所以弟兄姊妹啊 很多基督徒家庭 出生的儿女 好像这个重生的经历 不厉害 但是像我这样一个罪人 像我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家庭 有一个很厉害的重生 光照临到我 当这个临到我的时候 我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忘怀 所以我今天走过来 这二十几年的路 就是因着那个起点 在那个起点以后 我里面的生命 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感谢主 所有从前 所有的那些罪恶的喜好 完全地脱落 所以我更 每一次读到巴拉巴的时候 我常常对主说 我就是那一个巴拉巴 我从前是罪的儿子 我从前是死亡的儿子 我从前是在撒旦手下的那个奴隶 因着你为我钉十字架 我得出了自由 Amen 所以圣经怎么说 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 我们就什么 政治有了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巴拉巴被判死刑 是作乱的 是一个有名的强盗 弟兄姊妹 多少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 一个人如果有半点 他也不会去做强盗 你说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会做强盗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绝路了 到了一个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了 或者说被逼 或者说到这样一个程度 因着耶稣基督被定罪 这个人的释放 Amen 所以逾越节的意义 在主耶稣的逾越节的意义 是什么 我们的救主是逾越节的羔羊 当他被定上去的时候 被杀 献祭的时候 所有的人 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 包括所有的罪人 都是以这个巴拉巴为代表的 这个巴拉巴就得出了释放 Amen 这就是第一个强盗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 替罪代死 当他被定上去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 都里面得出了自由 他是真正逾越节的羊羔 所以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每一次我们讲到 这个恩典的时候 想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温习 这个巴拉巴的故事 好 我们看第二个强盗 我们刚才我们特别读到 这个路加福音的那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真的非常的宝贝 所以在以赛亚旧约先知书里面 给我们讲到 他别列在罪犯的中间 这是一个预言 那有一天 这有哥哥他的山上 有三个十字架 三个十字架 左边 右边 有同辈同定的 有两个强盗 这两个强盗 当我们的主在盯上去的时候 你说这两个强盗痛苦不痛苦 苦毒不苦毒 挣扎不挣扎 太挣扎 太痛苦 太苦 怎么来证明 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这个强盗在那里 绩效主的时候 弟兄姊妹 当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罗马人的绩效 以色列人的绩效 大祭司的绩效 所有的绩效 归绕着主 但是最稀奇的 有两个强盗 他们在同定的同时 他们一起在那里绩效主 为什么在绩效主 感谢主 其中有一个他们 共同绩效的 有一个绩效说 你不是基督吗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 跟我们呢 感谢主 我想这两个强盗 当我们的主在地上传道的时候 他们一定听见过 耶稣的名声 Amen不Amen 一定听见过 然而当他们在被定的时候 他们的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 他们的咒骂 他们的绩效 也到了极点 当他们在那里看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看到基督的时候 那些强盗里面 所有的恶在那里 泛滥和膨胀 他在那里说 你不是基督吗 你能够救自己 也能够救我们吗 你为什么要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人性 这个就是人性 其实人的悔改 弟兄姊妹 是真的需要神的怜悯 如果说一个人 真的我有时候想想 这个强盗 已经在十字架上 到了一个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还不悔改 为什么 中国人有句话叫 死不悔改 越是到他最后的那一个终点的时候 他里面的焦虑 他里面的痛苦 他里面的挣扎 越是在那里暴露出来 完全的在那里暴露出来 感谢主 当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左边右边有两个强盗 弟兄姊妹 这两个强盗代表什么 也是代表你与我 主耶稣的十字架 是中间的那一个分水岭 所有全世界的罪人 都是这两个强盗的结局 弟兄姊妹 我有时候想想 很多人来到教会 我有时候他们听见了福音 今天我们的弟兄也说 有一些人决志过了 还会不信 他还不承认 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 当我们来认识多少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人非常的可惜 我记得约伯出生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愿我生的那日被诅咒 愿我生的那日被诅咒 很稀奇 中国人当一个孩子 生出来的时候 连忙发红弹 白宴席 我们在本地的人 还要给这个小孩 过这个满月酒 但是你看世间出来的孩子 没有一个孩子是笑着出来的 都是什么 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感谢主 刚才我们读的诗篇 死亡是他们的牧者 他们是派定下阴间的人 如果我们仔细读 刚才诗篇第47篇 有一句话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如同死亡的出类一半 今天有世界上有多少的人 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啊 你要知道他们下面的结局 是何等的可怕 永死在等着他们 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个死不仅仅指着这个肉身的死 灵的死 里面与神的交通断绝 这个肉身的死 在落干年以后 这个尸体要朽烂 从尘土出来的 一定要归于尘土 更可怕的是 你要到一个永远的结局去 与神永远的隔绝 那里的从死不灭的 从死不死的 活死不灭的 有一个永远的结局 在那里等着他们 弟兄姊妹 你看一看十字架的故事 在哥哥他远山耸立着 三个十字架 中间的那一个十字架 就是无暇无耻 神儿子为我们钉上去的 这个钉上去是什么 圣经给我们看见 照着旧约先知所有的预言 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耶稣基督是在创立事件以前 就是被神所知道 所拣选 被杀的羔羊 Amen 所以感谢神 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是时间里面 那一个片的偶然的 乃是在宇宙还没有创造之前 神已经有羔羊带俗的意念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一定要有羔羊的血 才能把万有 恢复到神的心意的里面 弟兄姊妹 感谢神 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被列在罪犯中间的时候 有两个罪犯与他同钉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当我们的主钉上去的那一刻 他在周围看见这么多的人 在讥笑他的同时 他有一个祷告 我们刚才读了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什么 不晓得 感谢主 是的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就是一个 赦免的祷告 这是一个中保的祷告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知道 这个祷告的分量 我们的主 站在一个 献祭的地位 在一个被杀的地位 在一个替罪 带死的地位 他向天上的父在那里呼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什么 不晓得 不明白 完全的黑暗 不晓得 如果说晓得的话 人怎么能够做 把神的儿子 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件事 不明白 所以我们可以看 一处地方的圣经 我们可以看一看罗马书 请大家翻看罗马书 第三章第十节 或者从第九节开始读起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嘛 绝不是的 因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没有明白的 就是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 是散开的坟墓 他们用石头弄鬼诈 嘴唇里有龟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 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的眼中不怕神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神的审判极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隐形律法 能在神的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 没有一个 连一个都没有 弟兄姊妹 这就是圣经 给我们看到的判定 死亡是他们的牧者 他们是派定下应见的人 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今天有几个人知道他所做的 他明白吗 不知道 这个就是罪人的本质 罪人里面真正的写照就是这样 就是神的一个定案和判定 第二 我们看到罪的在人的心里面是怎样 人的罪性里面是怎样 我们可以看看马可福音第七章 请大家翻开 第二十节 第七章第二十节 或者从十八节读解 约束对他们说 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 就是不晓得吗 岂不晓得 从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 因为不是入他的心 乃是入他的肚腹 又落到毛翅里 这就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又说 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误会人 因为从里面 就是从人的心里面 发出的恶念 第一是狗和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嫉妒 绑独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 都是从里面什么 出来的 且能什么 误会人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前面讲到厕所 我告诉你 人的心比厕所还要长 所以耶利米先知怎么讲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了极处 谁能够湿透了 今天在世界上 走在路上多少的人西装壁挺 道貌 暗然 但是里面有多少都是粉丝的坟墓 死人的骨头 弟兄姊妹 误会 从他什么 从他的言语里面就能够表明 到他出来的东西 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误会人 弟兄姊妹 我真的 感谢主 我有一次在那里看一个叫做军事的新闻 军事的新闻 当时我在那个电脑上给他打出来的时候 旁边就有污秽的图画 现在你这个网实在是一个仇敌的网络 弟兄姊妹 好的东西我们这个人里面常常会思想 常常会忘记 那些恶的图画很难排除 弟兄姊妹阿们不阿们 要需要多少的祷告 我们才把心思中那些恶的 污秽的图画把它清除出去 但是人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会常常遗忘 阿们不阿们 是不是 那些良善的 清洁的 有美名的 可敬的 我们常常会记不起来 但是那些恶的东西 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那些嫉妒 那些仇恨 会像可耻的墨子 海浪一样的 在我们内心里面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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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那里泛滥出来 所以保罗说 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呢 罪和死的律在我里面 叫我什么 律之为善由得我 做出来由不得我 我不愿意的善 我愿意的善我倒不做 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罪人 所以感谢主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看见 人真的是不明白 不晓得 而且人心里面的污秽 肮脏 邪恶 真的 非常的可怕 然而我们的主 在这里为这些人 祷告的时候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当我们的主 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见 左边的那个强盗 还是在咒骂苦毒中间 但是有一个强盗 有了改变 我觉得这个强盗 真的稀奇 所以弟兄姊妹 在最绝境的时候 圣灵对他 有那么大的一个启示 从他这短短的两句话来 我们就认识 圣灵在他的工作 其实救恩实在是一个拣选 感谢主 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 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是预定的 是拣选的 我们今年在神学院 读到加尔文的拣选跟预定 我真的稀奇 同样是两个强盗 一个强盗会蒙这么大的恩典 一个强盗就在自己的咒骂 罪恶的结局 苦毒中间灭亡了 那么我们再翻开 《路加福音》第22章里面 第23章里面 我们来看 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跳到第39节 你看充满了耻笑 充满了戏弄 充满了羞辱 弟兄姊妹 这一刻是主耶稣 最浑受煎熬 最煎熬的时候 你看接下来是什么 冰丁就粘分他的衣服 百姓在那里观看 官服也耻笑他 经文是这么简单的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很多十字架的图画 很多的油画 主耶稣钉十字架 好像有一块布折在那里 其实弟兄姊妹 在历史中间 主耶稣钉十字架 是赤裸的 弟兄姊妹 他钉在十字架 这赤裸 你怎么来证明 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见 人封了他的外衣 为他的礼仪研究 因为这件礼仪 是整个一片制成的 所以人下面的 罗马的兵丁 就用这件礼仪 在做装 打赌 看这件衣服 是归谁的 弟兄姊妹 你看见 一面是整个的绩效 弟兄姊妹 这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羞辱 连他身上的那件礼仪 都要剥下来 这件礼仪他都没有资格 全部都剥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 十字架不仅担当了 罪的刑罚 罪的诅咒 更担当了 罪从罪来的 所有的羞耻 羞耻感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从伊甸园里出来 当人一失去神的荣光 就觉得羞耻 弟兄姊妹 有多少的罪恶感 罪疚感 多少的 因着这个罪疚感自杀的 你看很多的隐心 包括张国荣 从他前面的日记里面 他怎么会 从这个美高地的 这个楼里面跳下来 从他现在的这个日记里面 他里面有隐约出来 就是对他那个罪的 那个羞耻感 他无法排解 他里面罪的那个羞耻感 跟虚空感 罪带来的不仅仅是 虚空 恐惧 害怕 伤害 更多的是那种内疚 很多人应做这个内疚崩溃的 所以这个 最良心的那个内疚 当他用凭着自己的力量 在敏锐的决定 这是人间地狱啊 最大的那个痛苦啊 最大的那个痛苦 但是弟兄姊妹 两千年的哥哥他 当我们的主位 你定上去的时候 他不仅担当了 从罪来的刑罚 罪来的诅咒 罪来的 所有的捆绑 更重要的罪的羞耻 也被他担当 Amen 你再看下去 官府也 此笑他 百姓在那里观看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来给他喝 为什么 这是主在定十字架的那一刻 最干渴的时候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吗 第三十九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弟兄姊妹 刚刚定十字架 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 两个强盗在讥笑他 那个时候的强盗是佛数 证明右边的那个强盗 也在讥笑他 左边的也在讥笑他 而且这几个小时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我们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应声在那里 责备他 为什么 右边的那个强盗 有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他听见了主的祷告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什么 不晓得 所以在一个强盗的心里 永远不知道老鼠 永远不知道老鼠 突然之间 当主在定上去的时候 他说 这个强盗在那里看 百姓的讥笑 罗马兵丁的羞辱 所有官府的耻笑 都围绕在十字架的底下 但是你看他 这位神的儿子 荣耀的基督 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他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个他们 是亚当里的一切 所有在亚当里的人 就是这个他们所涵盖 所包裹的 所有的罪人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不明白 因为他们的心 已经被撒旦蒙蔽了 世界的神 弄下了他们的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来照着他们 然而右边的那个强盗 他说 应声的责备他 你既是一样的受刑 还不怕什么 神吗 感谢神 一样的受刑 但是这个强盗里面 有一个转变 怕神 弟兄姊妹 怕神 你既是一样的受刑 还不怕神吗 这是第一句话 还有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什么 相称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 不好的事 弟兄姊妹 你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强盗是什么 第一 隐身的责备 他想到了永生 他想到了 哪一个死后的结局 这是这个罪人 第一个反应 如果说今天的罪人 有这样第一个反应 就要领到你 今天多少的人活在地上 今天有酒 今天醉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从来不知道 将来的结局是如何 没有讲到 我前面是哪一个结局 等着我 所以圣经有多少的人 你今天看 他们在地上多少的风光 他们永远没有想到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这是一条不归路 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生都是不归路 哪一个人能够想到 自己的结局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当这个强盗在要断气之前 他想到了 我要面对永生 要面对永恒 我等待我的事 这个结局 他在那里想到 他今天这个肉身的苦 已经是到了极点 将来他的灵魂 到底往哪里去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所以主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一处 你往哪里去 你到底往哪里去 这是一个结局的问题 他要思考 Amen 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听福音的朋友 我们想一想 我们到底往哪里去 人生不过空空的 几十年的时间 一生的年人若七十岁 强照可活到八十岁 我们所勤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第一个是结局 好 我们看 第二个 当他想到结局的时候 他说 我们还不怕神吗 弟兄姊妹 有一个恐惧 怕神的恐惧 这个意念临到了 弟兄姊妹 这个怕才能回归 今天我看见地上 再太多的人 没有去怕 没有想到自己的结局 你今天没有到了一个绝路 没有像这个强盗那样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自己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你只要选择你自己的结局 第二 这个强盗什么 认罪 认罪 他说什么 他说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 相称 认罪 感谢主 这是救恩的第二条路 第一条路是什么 想到自己的结局 回到神的面前 惧怕 第二点是什么 认罪 认罪 所以弟兄姊妹 认罪不是羞耻的 是荣耀的 什么时候你认 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你的罪 洗尽你的一切的不义 感谢神 第三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他什么 承认基督 承认基督 他怎么承认 他说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 不好的事 什么意思 无罪 承认基督的无罪 认基督 认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地上有很多的宗教 也认罪 但是他不认基督 照样灭亡 若有人认基督 是神的儿子 若有人口里认主 心里相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认耶稣是主 心里相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Amen 认主 认主 第三 我们在那里看下去 我们在那里看下去 接下去他什么 求告 求告 他怎么求告 他说 耶稣啊 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我每一次读到 这些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荣耀了 为什么 他知道这位再来的主 是掌权的基督 耶稣与他的国连在一起 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他盼望是将来的得救 但是主应许他的事 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今天你救我 就同我 一起在乐园里面 这个乐园是什么 是将 是一人死后 在神的安慰里面 在神的安息里面 那一个就是乐园 乐园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 再讲到乐园 感谢主 这个强导得救了 所以哥哥他的故事 给我们看到三个强导 一个强盗 因着主被定罪 他释放 还有一个强盗 就是右边的强盗 因着思想结局 认主 悔改 最后他当时就得救 还有一个强盗 就是灭亡 这个三个强盗 包括了全人类 所有的你与我 这两个强盗 得救的故事 阐明两个伟大的真理 第一 是替罪代死 在巴拉巴圣上 我们看到 第二个强盗 是我们的救人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 是两面的真理 一个是代替 一个是同定 感谢主 圣经给我们应许说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Amen